男人用舌头接了半天都没成功 没想到老虎轻轻一舔就接了起来 对方是保险推销员 旁边的兄弟有些不耐烦 都这时候了怎么还有闲心聊天 结果他刚一开口 直接吸引了老虎的注意力 吓得他尿不是瞬间干了 只能一个劲地往土里钻 这时身后的小哥突然开口 聊什么呢 此时那哥俩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哪还有胆子跟他搭话 眼看周围突然变得异常安静 小哥就偷偷瞥了一眼 就这一眼 差点让他原地利粉 现在三兄弟一言不乏 只希望老虎能快点离开 可没成想这该死的电话没完没了 先生 你要是不关电话 我是绝对不会关电话的 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喜剧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